歡迎來到第首集的美國派 很高興嗎? 終於不用...你要切還是什麼? 我也沒有答應過人說如果這個月沒有 我要切屁股被人當作錯 他們自己在留言晚自己說 代我發言 總之你怎樣也不用切 德國教科要切 東北的計劃都要切 東北的計劃都要切 切和切回中間是你要解釋什麼意思 現在人們經常跟你咬紋著紙 那講Batman的三部曲吧 其實我們又是未定題目 為什麼我們定了 月就即是講Batman的三部曲 因為這部電影實在是太令人期待了 講四部曲不行的 因為導演說了不拍 導演 不是啊 講四部曲是講Batman Batman Returns Batman Forever Batman Robin Batman Robin 那套東西是沒有太大之迷 什麼蝙蝠俠再起風雲 那些是嗎? 蝙蝠俠再起風雲是動畫來的 再戰風雲 再起風雲再戰風雲 其實Batman的香港譯名都譯得 也很刺激 第二集都可以的 就是三集不敗才迷了開始 好像有點凹 當然不夠夜神起義這麼好聽 這些名字 OK OK 是OK 不知道如何接下去 介紹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漫遊者 我是師弟 我覺得超人那些強戰回歸 我們還有一位遠方的朋友 現在就是去了日本找忍者大師 我是福光的修行者 大家好 你們那邊的反日浪潮現在搞成怎樣 你有沒有參與這個反日浪潮 沒事啊 我可以日本反忍 你有沒有玩的 將日本國旗反轉去大大 不是反中嗎 應該沒有啊 沒有什麼反中的 不是啊 香港也有很多人反中的 反中的把中字反轉大大 又是一個中字 對證 好 正式開始我們的Batman三部曲 電影版 沒錯 其實自從90年代那套Batman 完結了 因為真的越怕越難 所謂Batman粉絲期待了10年 終於就remake了 找了Christopher Lowland 我記得第一集是2005年開始拍的 Lolan 2005年開始拍的 那就是Batman begin 然後2008年就上了第二集的Batman the Dark Knight 沒有Batman是Batman的 就是Batman的 是第一部沒有Batman的名字 即是他不出Batman的名字 的Batman電影 那次是有標榜過這件事 不過再說 第三集就是 剛剛七月尾上的夜神起義 那 其實這幾部電影 坊間評價是很高的 也是少數Super Hero電影 不是越拍越難 是高潮一浪接一浪去的 那些人會越來越期待 是不是真的拍 我想其實大家三部曲 基本上有一個公認的就是 一一一般的 二很好 三有看完之後 會有少少回落的感覺 但其實一我真的覺得很一般 老實說 但是整個Hole來看整個series 是很棒的 這個完結是很grand的 是的 我可以這樣理解 但是如果 剛才Tim說 他一浪接一浪 那是因為他第一集 其實他不是很高的浪潮 但是因為他第二集 也都沒有人反對 第二集是一部 拍得極度出色的電影 所以那個反差 即是突然間又可能 你覺得50分 跳到去90分 100分 其實Dark Knight未上之前 Batman的評價都不差 因為對比 在之前的四部曲 因為他走了一個不同的風格 以前Timberlin那套 是很奇幻的 Gotham City是不存在的 基本上是每一集 他都任他砌 那個樣子 像怪彈性 是的 是一個很脫離現實的 但是Begins開始 雖然他還是廠境多 但是他已經是很真實的場景 多了很多 我想因為 之前元祖那套Batman 他拍了 漫畫的風格出來 而事實上 那套都 即是頭那兩集 未轉導演之前 都算是經典 我是做圖牌的 我是做圖牌的 那套Batman GV版的 還是Jane 還是Jane 那套Ba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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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真實 首先 他會 你看上去 他任何事情都會有解釋 例如 為什麼 要穿蝙蝠衣 第一集 加代了 怎樣 開始去研究他的戰衣 那些 例如 事實上 他的東西都像是現實用 例如 那套Batman 以前那套Batman 其實還不是很脫離 因為 那些流線型是有少少懷舊的感覺 其實好像 那些舊的 美國的房車 是很長的 車頭 然後有些 後面又起角 其實有少少像蝙蝠二 但是 現在有些小鎮都還欠 那些車 是啊 其實很美式 那種感覺 雖然其實 都不是很脫離 但這次真實了很多 而且是戰鬥用的 戰車 其實都略略簡介一下那幾集說什麼 第一集就有說回 Bruce Brink 他怎樣 想 沉淪了 接著受過忍者大師的訓練 就回到角閒城 成為蝙蝠俠 那種 講得很基本的設定 這樣 亦都打了忍者大師 而第二集就有一個 漫畫思想最經典的角色 就是小丑 就跟這個 Batman有一場 極度 就是鬥智鬥力的對決 縮敵對戰 縮敵對戰 也都宣插了 他女朋友Rachel的死亡 Halford Dan 怎樣變成Two-Face 怎樣死了 也死得好 而他因為要掩飾Halford Dan 最後變成Two-Face 變成一個壞人 所以Batman就要 把這件事抱上身 就變成 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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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Dark Knight 故事來到第三集就隔了八年 中間他沒有說 但其實有看新聞的讀者都知道 Batman 他去了中國 找了陳光誠 搞了三差 被人打出來 而最神奇的就是 過了一段時間 陳光誠就不知為何 去了美國領事館 原來是Batman救他 變成Dare Devil 明明Mandarin是Marvel的人物 不知道 但為何是Batman 打Mandarin 意思實上 Batman Dare Devil 的Crossover 而事實上 我看Batman的第三集 亦都很震撼 我發覺Bush Ring 他的腳又被人打斷了 那種叫做 他隔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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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證明我國的城管是很厲害的 小丑都做不到的事他們做到的 檢基雄呢?我們是強國來的嘛 但他能回應才是不可思議 有一次他能回應 他最初是找東西固著類似二支架 但後來是沒有用的 但不知道如何復原 而在這八年根據故事所說 Batman就沒有出現過 葛咸不成治安好很多 在這時候Batman無所事事 做理器家屋不知做什麼的時候 他的強敵又來了 就是Brain 帶著他的計劃來到葛咸不成 搞到葛咸不成變成一個無政府狀態 他也把Batman打殘 控制住葛咸不成 但最後我們正義的Batman是會回來 打倒這個奸槓 也可以很順利地退休 大概的故事就是這樣 我們不說太多了 因為這樣就很沉 證實了這個斬草不除根 春風吹又生 為何不殺了Batman去呢 正義的朋友 那些敵人永遠都很眷顧正義的朋友 其實這個就是我對第三集 有一點點無理到我期待 都是一個好的電影 我重新一次大家不要覺得好 我覺得這部是好電影 但是因為可能第二集他做得太好了 來到第三集 首先他把那種真實系的元素拉低了 因為他有些事情是很奇怪的 最少對我來說 例如阿兵他霸了葛咸城 會困警察在地下地底三個月 不殺他們還給他們 是不是有一點點天荒野藏呢 對我來說 那些食物不是那個新警察給他嗎 你所說的 那是Robin 那是Robin 應該不是因為那裡好像有三千人 我想他 阿善姨也做不到那些食物 我想如果開始 開始討論的話 我就會覺得那個位置未必一定是很大的問題 不過可能每一個人看 每一個位置都有不同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最大的問題應該是 警察官 警官為什麼可以派所有警察到地底 但是這裡都OK 但是他 最令我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阿兵他 打殘了Batman 重現了很經典的幕 就是斷背 一下子 他突然把他帶去外國 那裡怎麼看都不是美國 去了一個他以前住在監獄那裡 而我看資料好像說 那裡應該是Mexico附近來的 這樣就把他困在那裡 那他就回到角形成自己 而由得Batman在那裡 不知為什麼他又治好 那裡又有神醫的證明 神醫這件事不止封問這個世界是有的 神醫的東西 沒理由只限制在中國 美國有神醫的 那些 那些 有一個隱瞞的 那些人都不是很過份的事 但是那裡我看到很 很不舒服 因為我不預計 這個系列的Batman 會有這樣的事情出來 Anyways BatmanEvato 就繼續做他正義的朋友 回到角形成 那最後 也有些 我覺得很荷里活的事情 無端端 那一盞就來爆他 就跟Catwoman 離開你 打個車輪先 還要打差不多三十秒 我已經算過了 在那裡數 這樣才離開 那是很... 不是荷里活 這個是正常男人 應該會做事 我覺得 他在那裡爆 他也是打算死的 應該是這樣說 第一 在未知道他有計劃之前 大家所有觀眾都打算他會死 假設他也是這樣 那我當然要先抽水 林別抽水 如果他真的要死 萬一真的不夠時間他要死 但如果不是 他也是當一穩定情 事實上 之後就是一起去 好日法國 最後去了 巴羅倫斯 是的 以來 再撿多一劑 你說多好 這些不夠浪漫 不是荷里活才會打車 我知道 但是其實 我自己最後再想 其實這些都是很... 你後悔 為什麼當日不打開車子 才離開加拿大呢 哈哈 我沒有蝙蝠線機 你也是坐飛機回來 你不是坐船回來 模式是一樣的 因為我也是Pilot 因為我自己也看過幾套 Nolan的電影 就是《空心人》 《死亡魔法》 《死亡魔法》 《Inception時任空間》 那些 他是一個 營造氣氛很強的導演 而他為了營造這種氣氛 他會放棄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 也不算太大問題 所以我想回 都可以接受到 其實也不止 因為 就算說到 《Dark Knight》 那時候 他們為什麼要掩飾 其實要掩飾 《Halfi Dance》 是《Two Face》 這件事 只有《Golden》 即是《Commissioner Golden》 和《Batman》 兩個人知道 他們已經下了決定 把東西都推到《Batman》 即是他們覺得 他們已經掌握了所有形勢 即是 一個《Dark Knight》 一個《White Knight》 這樣 不是 掌握形勢 很多人都以為是 有些姓梁的人 以為加過林鄭 就可以掌握了整個香港 就是在說這件事 到時他們可能是 有些人發現了 《Halfi Dance》的身份 又不會有東西漏出來 等到他 即是 Gordon 去發表演說 才有人 才會露餡 知道 洩露出來 這些 其實多多少少 都已經有人提過 之前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說的話 其中一個最 不諱就是 為什麼那封信 可以放在衣服上 放那麼久 沒有洗過 衣服不用洗 如果你要這樣說的話 即是他就是告訴別人 我件衣服裡面 有封信 你們千萬不要拿我件衣服去洗 即使掛在衣服 即使掛在衣服 大衣服的人 不會經常洗 很正常 但他八個月 不止八個月 不是 一早就拿了 Bang拿了 但由Bang的口說出來 那些人又相信是Gordon 其實很多 現在 林鄭月娥說話 大家都當是特首說話 其實因為 Loran 正如我所說 他是一個講故事很厲害的導演 就算一些複雜的故事 例如《空心人》 或者《遲民空間》 他都可以很清楚地 讓觀眾 了解到他想說什麼 而他營造的氣氛是很好的 例如 Inception 他一直拖著這條線 就隱藏著究竟為什麼 無端端 主角的老婆 經常會在他腦裡出現 有走駕火車出來 而他把這個謎團拖到最後 所以 我想 在外然 他是荷里活 現在新世代 一個最厲害的導演 他很年輕 四十二十幾 七零年 他還有很多電影都是自編自導 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 我就這樣看他的治療到 我都會覺得 我想跟他背景有些關係 他讀文學是 英國人 英國人讀中國文學 我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英國文學和中國文學 我分不出來 英文和中文的分別 你不告訴我 他在UCL讀英國文學 應該吸取了很多養分 他很強 如果你是計算Batman的第一集 我不是很看得到 但我很喜歡第二集 我喜歡第二集 或者很欣賞這個導演 在第二集中 一個很簡單 其實是第一集的尾 DVD最後的尾 有一個Dark Knight的trailer 就是講小丑第一幕去打劫 我一看完 我已經覺得很厲害 我差點爆了 很厲害 自己是很厲害 因為他在那裡 只是那一幕這麼簡單的一幕 已經看到小丑這個人 跟你們平時想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最後是否放了手榴彈 在銀行經理的口中 可能一般人都會想 最後就是 他還會拉著一條線一路走 他顯現到那種不羈 就是我隨便走開 然後你很恐懼 一般來說 他會想 會不會最後就是一個爆炸的場面 一般都會殺了他一星期 但他最後真的 因為他真的拉開了一支安全針 原來他最後只是噴了一些gas出來 然後就已經 這種反而是比起 透過這一幕這麼簡單 他已經可以把這個角色的個性 瘋狂和與別不同 展現在觀眾眼前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其實我都認同萬遊者所說的 在第一集你看不到他的功力 因為都是一些很簡單的 實際上 因為他的奸角都不吸引 忍者大師 還有一個 好像你在什麼 COSPAYPAL買過面具 凹下頭就說自己是瘋狂的人 這樣就說自己是奸角 他拍不到 即是未到未夠的 但一到第二集 他一寫小丑這個角色 他就真的上了火 而事實上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做小丑的演員 他做得非常非常極度之好 實在太好 在他做之前 第一代小丑都 還會說 我覺得小丑由我做是最好的 即是他以為自己是阿布 即是高達由他做才是最好的 但是 當 新一代小丑走出來 我想 應該沒有人反對 他是做得最好的小丑 我想劇本也有影響 也有加分下去 因為這個小丑跟原住小丑是有分別的 身分上是有一個重大的分別 他是獨行俠 原住小丑是比較有些組織 即是比較像之前Tim Burton的身份 他有黑幫的背景 今次是一個變態 即是你可能是一個serial killer 那樣的類型 的角色 來的 那再配合 這個 即是這個演員的演技 這樣又可以 即使 令到那個角色 即是他將那種變態 喜怒無常 演繹得很 臨離盡之 因為他 即是我們看番司 他自己本人做了很多功課 他困住自己在酒店裡一個月 就怎樣揣摩這個角色 即是可能不停地拿Batman來看 我不知道 亦都抄到筆記 而事實上 這個小丑 即是我有幾個特徵 我很喜歡 例如他的妝 他的妝 怎麼說呢 他不是很誇張 但你會感受到這個人 那種瘋狂 他畫到臉 白了 但妝是會掉 是很隨便的 即是反而實在 即是舊的小丑化妝 一般都是畫得很實的 譬如北斗雙紅的任答華裏面的桑波 或者上一集的Joker 他們都是把真的塗到白色 對 我們平時去海洋公園見到的小丑 海洋公園當然不可以掉 掉就糟糕了 一定被人解僱 但他這個 有些是高登的 對 有些就是高登的小丑 但那個小丑是小丑神 他就會做了一個比較粗糙的感覺 反而有一種是 這個人 不是要 即是你不要想他是 會去一些你以為會去的一個境界 就是他會走另外一條與別不同的路 但跟原住的話 是完全不同的 但看開原住的話 會不會很大反感呢 我其實不知道 我單純問一下 我沒有 我沒有 我也沒有 我也很喜歡這個超瘋狂超型的小丑 但是 但是 原住的小丑是一件新光頸靈的小丑 其實小丑有很多個 因為就算漫畫 他也有很多個不同人畫出來的小丑 每一個的感覺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反而 妝不是最重要 而是你究竟能否展現到這個人的瘋狂 反而是身份問題 身份問題 而我的觀點 就是 我看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步向原住的小丑 那個背景 因為 沒有人知道那個演員會自殺 你也沒有想到第三集會不會有他 也不知道 可能他統領了郭咸城的黑幫也不出奇 可能是 即是好像Apam Asylum 即是原先的計劃 那你會覺得 你的接受程度會高一點 而且 他又真的 演出一個特色出來 他很瘋狂 阿茅姐他跟我說過 因為他 我們第一次做Batman的時候 他還沒看The Dark Knight 他看完之後 我記得你說你很喜歡他的小動作 是啊 其實一個好的演員 他會硬 不是硬 他會 透過你理解了那個角色之後 他會自己幫這個角色去豐富了 這個角色 即是 Have 他對於小丑 我們一般理解就是 除了癲喪 喜歡大笑之外 他說話 他說話 突然會生來 即不是像麥高佐頓 似乎 好像 吐一吐舌 舔舔舔舔 舔舔舔 或者舔舔舔舔 這些小動作 如果我們一般理解 這些好像勁聯的動作 這些人 你會覺得 他隨時會有危險性 以及有攻擊性 所以他這些小動作 加了出來之後 反而是會更加強化了 這個人 是一個屬於 空暴的人 空暴 空暴 空神學生 暴力 好像馮瑞帆 查了收縮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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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留意到 第二件事 他說對白的聲調 是很奇怪 不是奇怪 是很特別的 他是平時說話 再拉高半個key 是嗎 那種叫做 他好像捏著喉嚨 那樣 你加上他說話那種節奏 我覺得很有趣 整件事是很有趣 正如麥牛仔所說 你聽到 你會覺得這個人 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人 他會突然停一停 你以為他好像在想 那樣 那一刻已經是 你會覺得他是有 不是瘋 單純瘋 那麼簡單 他是有思想的一個人 但他的思想是很危險的 傾向危險的 類型 而他也是我看電影裡見過最接近水鏡八旗的人 他說他自己是沒有計劃的人 我認同 但因為他在任何情況他都可以計劃到其他東西出來 是一個極度聰明的人 他的劇本就是描寫到他這種聰明出來 你覺得他沒有計劃嗎 我覺得他反而的計劃是很圓滿和很周長 例如他特意被Batman拘捕 就是捉了他 然後他的目的就是要引到你去抽空出來 然後他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我覺得他那種沒有計劃的計劃是怎樣 他真的很多事情都計算了 就算你拘捕不到我 他應該會有第三個計劃出來 你拘捕到我 我就行我這個計劃 他最後都說你拘捕了我看 Halfi Dan是我最後一步棋 很多的 其實他裡面 例如 他為什麼有Two-Face 基本上也是他製造出來的 一個 犯罪的分身 但是他去 怎麼說 他去啟發Halfi Dan的最後一步 他是要Halfi Dan去殺他 你真的不知道Halfi Dan會不會殺他 但問題我不覺得這些是一個計劃 但他經常向人強調 就是我做事沒有計劃的 即是你們很多人有什麼計劃 我是純感覺而做的 網民堂跟我老闆說話 那些全部都是感覺而做的 可能很高人工 那可能很高人工 但是很可惜 這個演員就因為 某些原因他自殺了 就我而言 我覺得第三集應該有小丑份 因為我看劇本 我覺得小丑更合理 比現在阿Bang做的 整件事 或者會有鷹隔出來 即是他會從監促走出來 即是他會從監促走出來 或者看到他的影 我不知道他原本想怎樣 因為這個問題 畢竟他很快就離開 在這個 可能法官的角色 就是小丑 也不奇怪 即是原本是杜草人做的 現在是杜草人做的 我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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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他可能有點像 就是哥哥 即是張國榮 他可能覺得 喂 當然沒有人知道 現在也沒有人可以 斷定得到他 當時在想什麼 就是 因為他覺得 可能做完小丑這個角色之後 他 挑戰不了 這些追求完美的人 可能 發覺去不到更加高 他會選擇自殺 不出奇的 我懷疑 如果照這樣說 可能有這樣的理由 都不出奇畢 什麼都好 都走了 而他也憑這個 角色 拿了很多 最佳男配角 三個 Oscar的最佳男配角 而事實上 奧斯卡很少 給這些superhero 電影有獎 當然 我覺得 因為這個演員 過身 有分家 又加成 對不起 拿了五個獎 奧斯卡最佳男配角 AFI電影獎 最佳男配角 英國電影學院 最佳男配角 金球獎 最佳男配角 以及影視演員協會 最佳男配角 那種經典的程度 僅次於 鑼鑼鑼鑼 在同一日之內 死五次 或者鑼鑼鑼 變成聖鑼鑼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Batman 其實我第二集 我很喜歡她的主子 她的主子是追求一個 人對於邪惡的恐懼 以及你對正義的信念,不是勞不可破 任何人只要一個 turning point 就可以走進另一條歧路 如果我們一般理解 他也只要這樣說 你們這個Haffey Dan是最好的、最正義的人 我就要把他變成一個邪惡的人 而只要你們看到的負荷是一個邪惡的人 整個Gotham City都會改變 就是這麼容易摧毀、脆弱的正義 我覺得小丑想說的就是這樣 所以到第三集 我也很認同 不知道原先的導演想怎樣拍 就走了Brain這個角色 Brain這個角色是在 其實在《蝙蝠俠》中 是一個極度經典的角色 因為他是第一個可以把Batman 徹底收皮的人 而事實上 他不單是看他的造型 以為他只是很打得 其實就不是的 他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如果我們看電影的話 他基本上只是一個很打得的人 他也不太聰明 因為都是Dania去做的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地方 為何 方家或者我自己覺得第三集 略略給第二集訊息 那個奸角不夠壓場 第二集小丑有幾十場 大家可以看到 到第三集 其實最初都OK的 他也做了很多事情 也計算了力 也打得贏Batman 到最後 你竟然跟我說 他只是一個觀音兵 而且他拍了觀音兵之後 不夠一分鐘就死了 還有很多兵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是被另一個觀音隊 我會突然覺得 很廉價 整件事 很廉價 都是他計劃的 都不出奇 裡面是沒有詳細去交代 但其實我覺得沒有所謂 因為我不會把Brain和Tania 分開兩個人 他們是同一個集團 首腦可以是兩個人 而我的理解就是 因為Tania最後的目的就是 要維護報仇 他就是要堆壞Batman 而他就跟Brain一起去夾這條 其實Brain也有這個目的 就是要幫他師傅去報仇 是不是叫師傅 是的 忍者大師的徒弟 他們兩個的目的是一致 那就二打一 不一定要說什麼 而老實說 因為當時我沒有特別 我沒有想起忍者大師的孩子 應該是女兒來的 所以我看電影的時候 我就沒有細心留意這件事 你不知道他會不會改 很難說 是的 有機會改的 因為他經常在電影的 開始都是這樣說 他有個兒子 他有個兒子 他不是有個兒子 而是他有個後代 他沒有說什麼性別 所以他會弄得像一個兒子 但是Brain的回憶裡面 就令你覺得他 就是在說他 而且小演員在他揭破之前 其實也是很像男生 加上發型 整個佈局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差呢 我又不是很覺得 尤其是最後揭破這個所謂的陰謀 原來就是 什麼都是他搞出來的 我會覺得 其實都是有 那些人會 就是 Misdirection Misleading 你 作為一個觀眾 我是被他 Mislead 是的 但其實我 因為我覺得 如果阿冰 當然 每個人理解不同 但我看到 他其實是為了這個女人 而做這些事 全部都 我覺得 Bida 因為那個也是他師父 我聽到你說 我覺得是兩個都有的 沒有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 一個聰明的男人 不可以為了一個女人而做事 他可以這樣做 但給我那種感覺 那一刻他降了grade 因為他自己的意志沒有了 那一刻 你說如果這個 如果是小丑 我會相信他是跟Tally合作 而不是被控制住 其實這樣是否叫被控制住 我們咧 我覺得 是中心於他覺得 我覺得那一刻是twist太重要 你是一下子之間接受不到 一個這麼大的計劃 那個女人 即那個女人 即那個揭破之前 你都覺得她是沒有參與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參與的 但是 揭破之後 你覺得她是 參與的成份很高 那你就 即有個這樣的落差 又不一定是 全盤都是她一手造成的 當然 我並不是說 這件事令到套戲變得非常差 正如我所說 我是覺得 最後 第三部 是比第二部 略略 差一點點而已 第二部 她高的地方 就是她用一個人 一個角色 一個很聰明的角色 去展現 所謂的邪惡 什麼是邪惡 另外第三部 也有很多人 包括一些很著名的政治人物 去解讀她的政治元素 所以 你看的東西 可能是 不一樣的 不一定是純粹 拿那條 Story Line 去作為一個 評估的角度 不過 第三部 我覺得有三件事好的 第一 她的氣氛營造 是做得 極度出色的 甚至我覺得比第二部 出色 例如Batman回來那裏 她 不知道那時候 是Gordon被人趕出條河裏 然後 一幕 一起身 看到Batman Batman就先收了一些 二打六皮 然後 就扔那支 那支 點火棒 隨便 火摺 火摺 那些 一點著她 就看到整個 很大的Batman 標誌 她砌了很久了 我也覺得她砌了很久了 還有那條引很重要 中間斷了 就沒有氣勢了 如果中間斷了 就變成一部笑片 變成Batman The Jokers Return 應該是Batman Laugh 例如她 中間走了去那個監獄那裏 當然我覺得整段劇情很不合理 但她爬上去的時候 下面的人不斷在喊那種 那種什麼語言 我都說不出了 那件事很有氣勢 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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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不知什麼詢問 後來問回那個是WISE的意思 即不是發眼 即是Dot Night WISE 的一個WISE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她 她回合到故事很好的 是最後 因為第三集有一個好事 就是什麼呢 她跟第一集 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第一集是一個開始 第三集是一個終結 其實第二集感覺上 好像脫離了整個series 第二集是可以很獨立地去看的 第三集她就是很完美地 包了整個故事出來 例如她最後帶了Robin 她退休的力度 她解脫了那種心魔 因為你看到其實她 從第一集開始直到第三集 她的頭半部 她都是一直在痛苦中在濕化著 而第三件事就是 萬華姐剛才所說的 那種政治的解讀 不如這樣吧 既然要講 整個Batman的政治解讀 或者一些扣連的話 不如先休息一會 回到我們繼續 Batman電影三部曲 … … 可以遠足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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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